嗨,大家好,我是方俊昊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Notion系列的第五期视频 这一期视频中将主要给大家讲一下Notion最近的一些重要软件更新 之前在介绍Notion的第一期视频中 除了向大家演示了Notion的一些技术功能以及使用方法以外 我们还谈到了关于免费账号的使用限制问题 Notion的免费账号除了有5兆文件上传限制 和不提供文档历史查找及恢复功能以外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1000个区块的使用限制 那如果你不希望受到这一限制的话 就只能每个月支付5美元升级到Personal个人套餐了 不过在最近更新的Notion 2.8版本中 免费用户就不再受这1000个区块的使用限制了 所以现在免费用户相对于付费的个人套餐 就只有上传文件大小的限制 5个访客限制 文档历史查找及恢复功能的限制 以及即将到来的API访问权限限制了 这样的话对于大多数用户而言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 就没有必要花钱去升级这个个人套餐了 那第二点就是更新以及改善了对Emoji的支持 之前在Windows客户端以及Android客户端上 由于之前Notion是依靠系统字体来生成Emoji表情图标的 但是又因为一些设备上的个别Emoji图标的缺失 就会导致有些图标无法正常显示 比如你在iPhone上的Notion客户端上输入了一些图标 但是回到Windows电脑上进行查看时 就会发现有些图标显示成了方框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Notion在最近的更新中 就改为由他们自己去托管这些Emoji图标了 这样的话不管你使用任何系统和设备 都会正常显示Emoji表情图标了 并且为了更加方便大家使用Emoji Notion开始支持了新的Emoji快速输入指令 只需要输入冒号后再输入关键词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记得点赞和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